這個在工作的時候很難去存錢 覺得薪資的這個漲幅追不上物價 不過最擔心的就是被裁員了 我們要請教副總主 比這個特斯拉在全球要大裁員 而且裁員的幅度高達了一成 那麼在最近呢 馬斯克呢 特斯拉的執行長 他又低調的飛到了中國大陸 跟國務院總理李強來碰面 而且馬上感覺上 這個效果就立竿見影了 兩個人碰面之後呢 中國馬上就宣布說 特斯拉的數據安全 都是符合規定的 對 我們知道因為這個特斯拉 他有哨兵模式 所以他在這個鏡頭拍攝等等 這個中國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泄滅的風險 所以在很多政府機關 特斯拉是被禁止進入的 但是昨天特斯拉低調的 飛到了中國之後 然後跟李強他們會面了 這個大家都認為說 取得了實質的進展 因為見面之後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馬上說 這個特斯拉已經被證實 通過相關資料安全的要求 所以以後包括在政府機關 還有高速公路 還有機場都會陸續的解除 他的禁令 我們知道李強也在 兩人的會面中說 中國將永遠對於外國企業開放 而且北京也會為這些外國企業 提供更好的商業環境 讓世界各地的企業在中國 安心的投資 央視也報導說 其實馬斯克這一次 適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邀請 然後來談進一步的合作 什麼樣進一步的合作 其實我們知道 因為中國沒有開放全自動駕駛 但是馬斯克他這個月初 就在社群軟體上面 回應大家問題的時候就說 中國的用戶可能很快就會 迎來全自動駕駛 所以說外界就說 他們這次跑到中國去談合作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 引進特斯拉的全自動駕駛 到中國來使用 另外一方面 我們知道其實從2021年開始 其實特斯拉就應 中國當局的要求 他所有在中國車隊 收集到的數據 他全部都儲存在上海 他並沒有送回去美國 他現在就希望說 我是不是可以 就是中國可以同意 就是我把這些數據轉移到國外 做什麼呢 來做全自動駕駛的 這個演算法的訓練 因為他可能現在就要非常的 開始發展全自動駕駛 我們知道其實中國是身為 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 對於電動車 也是競爭相當的激烈 在中國本土的電動車制造商 就有超過100家 100家 對 所以說其實競爭相當的激烈 我們知道因為最近中國的經濟狀況 並不是很好 當然這些車商可能就開始 消假競爭 中國為了刺激需求 他就出大招了 什麼大招呢 就是補貼 就是說到今年年底 你如果說報廢掉 滿足一定條件的舊的車子 你去買新能源車 可以享有高達人民幣1萬元 也就是相當於 4萬5千元台幣的補貼 如果說你不買電動車也沒有關係 你報廢掉原來的舊的燃油車 你去買排放量比較小的燃油車 你大概可以享用人民幣7千元 就大概台幣3萬1千元的補貼 這樣一個補貼的話 特斯拉它吃得到嗎 特斯拉 當然啦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電動車 非常的便宜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中國的電動車 這麼便宜嗎 其實跟電池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全球前十大的電池製造商 大概有6家都是中國的 但是我們知道電池又佔電動車製造成本 30%到40% 所以其實國際能源署 他們就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說你中國做這個電池 大概是歐洲跟美國的八成的價格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就賣得很便宜 我們知道說其實 像這次這兩天是北京車展對不對 對 其實那個像小米的車子 就這個現場就熱呼呼的 但是旁邊的日產就非常的冷清 那這是為什麼 當然跟補貼有原因 加上這個中國的電動車 本來就賣得比較便宜 對 那我們知道現在這個美國跟歐洲 也覺得很害怕對不對 因為你寄出補貼 所以他們都說要調查 就是要調查這個中國對 這個電動車的補貼 然後甚至說 那我這樣是不是要增加我的關稅 來保護我的市場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可能就會有這個產能過剩的問題 那事實上是不是真的有產能過剩的問題 是真的 根據這個日媒或者是中國媒體自己的報導 中國電動車因為現在擴張得非常的快 所以就算他賣得很好 他也已經面臨到產能過剩 對 因為他製造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太快了 對 然後預估到明年 他們的製造出來的數量是3600萬量 但是你知道實際的銷售量 他們預估大概是1700萬量 對 所以說 你實際上你賣1700萬量 但是你做出來的是3600萬量 這是double的數字 天啊 有一半是賣不出去的 對 所以非常的驚人 那這個時候美國跟歐洲又很緊張對不對 因為他們就怕中國會用這個割喉站的方式 把這些車子出口到其他國家 賣到很便宜很殺的價格出口可能到歐洲去 對 所以現在就是全球的車廠都滿緊張的 就是在觀望 那其實汽車產業的產能力用率 通常要達到80%左右才能夠順一兩坪 但是其實中國的新能源車 現在產能力用率只有50%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有賺頭的真的不多 所以說就可以看到中國有好幾家 剛進入市場的電動車 車商就已經宣告破產了 因為他其實是沒有辦法來玩這個遊戲的 我們再請教副總竹賓 我們說中國大陸他現在的經濟 當然他們要強力發展電動車 但他們真的經濟有辦法起得來嗎 因為現在北京的學者 北京新華大學的這一位主任 邱成彤 他在公開演說的時候竟然說 如果按照習近平這樣的一個路線發展下去的話 他說中國的科技水準會倒退20年 對 這個主任 此話一出 這個網友都議論紛紛 對 那他就有解釋說 為什麼他覺得會造成這個情況 主要是中國在一些關鍵技術的領域 比如說半導體 航空 航太等等 其實過於依賴進口 就是他們這些關鍵的技術 可能都是從別的國家進來的 那再加上說 中國過度追求這個經濟的發展 也抑制了這個基礎研究的進步 那我們知道很多關鍵的技術 你其實是要靠基礎研發 你才能夠研究出來的 所以他就開解方說 其實中國應該要在關鍵技術 還有基礎研究等等 然後來做努力 另外一位美中科技戰爭的作者 向濟 他其實也在日媒撰文指出 他覺得美國的制裁 並不是中國科技業發展停滯的原因 而他覺得是習近平的科技產業的政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之前就是中國有祭出幾個大的封殺 比如說像之前遊戲產業 遊戲產業 對 還有線上教育產業 對不對 就是其實發展得很蓬勃 但是一下子感覺就被壓抑住了 當時在中國在AI的領域 還被美國認為是很強大的競爭對手 對不對 當時美國還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像人臉辨識對不對 像這種技術 其實中國是比美國 跑得還快的 對 要先進很多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中國的公司 比如說在深層式AI的領域 它其實就已經落後這個OpenAI 對不對 已經落後好幾代了 然後包括說這個過去四年來 美中在這個先進晶片的差距 已經從這個兩代 然後擴大到五代了 另外我們知道 其實中國AI公司的營運規模 也小於這個美國的同業 比如說我們知道中國最大前兩名 是騰訊跟阿里巴巴 那其實騰訊跟阿里巴巴 在2018年的時候呢 他們的市值大概是美國前兩大 蘋果跟微軟的62% 但是現在已經掉到9%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差距已經拉大了 然後加上呢 其實目前美股七大巨頭的總市值 大概是來到13.2兆美元 但是呢 相較於中國的前七大巨頭 也就是它的前七大科技公司 它的市值呢 現在才剛好超過一兆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拉鋸已經越來越大 其實整個差距已經是落越來越大了 對 然後包括說中國的創新能力 他們這些獨角獸等等 那其實也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中國科技業呢 大家覺得它未來會有的隱憂 我們會不會有的隱憂 然後再試試看